各位,我們現在繼續會議 現在請何潤生議員 申請的人數是超過推出的單位數量 近日政府宣布首階段推出的單位 由759個增加至1500多個 首批合資格申請者 在指定時間裏面選樓和簽訂有關的協議 坤可以享首三年的使用費八折的優惠 此舉能夠讓更多的長者享受使用費 折扣的優惠 滿足他們的需求和期盼 是值得肯定和支持 而在政府的長者公寓商舖的招租方面 未來將有大型的酒樓、超級市場 方便長者的日常生活 但是對於銀發產業的推動作用似乎有限 長者對於退休的保障、健康的醫療 長期的照顧社會參與的需要是抵增 但是本澳針對長者的產品和服務 仍然有很大的一個供應缺口 因此請我行政長官閣下 長者公寓現在剩下三百多個單位 未來在推出第二階段申請的時候 會否再研究推出適宜的使用費的優惠方案 會否就著長者公寓長者的需求 消費的特性進行研究 未來進一步增加長者公寓的社會服務的設施 以及推動更多的銀發產業發展的商舖或項目 此外隨著本澳人口老年化問題的特顯 對於長者公寓的需求有些什麼施行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何仁生議員的有關問題 關於長者公寓已經公佈了有關的一千五百位的申請個案 我們都基本上全部納入了有關 當是第一批有關的申請認可者 我們希望這幾天他們可以公佈有關的名單 大家上去看程序細節的方面 長者公寓來說還有三百多個單位 這個給他們一點時間在裝修上配套方面做好 另外有一個納考慮就是 因為我了解到還有些長者做官網態度 他不知道去到那裏會變成真正的長者公寓 所以有些還是在官網態度 我們不是要求馬上全部存滿 而是我們看看我們原來有七百五十位 要送三餐送飯上去給這些獨孤長者的名單裏 他們是不是全部包括在裏面 這個我們都要請我們有關的團體要幫忙 看看有沒有漏了 是否為甚麼不上去 我們希望是為這批人而設立的一個長者公寓 他們有甚麼戒心是不希望上去 是經濟上的問題 或者是否有關 我們有關於生活上不適應的問題 我們了解一下 如果可以把這批作為補上去 這個是十分需要的 因為我們是這麼多年來講 都是有多謝我們的社團 就是每天都要送有關的飯 三餐 去送去給那些 他真是落不到樓的長者 他們用膳 所以這方面我們都是有一個 這個考慮的 所以因為我們 給他們入伙都要逐批進去 所以這個我們會分段下去 進去 你說關於有沒有優惠 這個我們以後再去商議 這個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最主要的問題來講 是將這個長者公寓 是按照我們原來設計的 這個方向 是落實得到 希望做到這一點 第二來講 關於我們 是否有可以銀發企業來講 我這個就是 裡面是有一間酒樓 超市 以及在門口的店鋪 我們希望 就是跟你們來講 盡量可不可以請到 有關的長者 服務長者 就是要 這個做不做得到 就是這個 希望他們有一部分 可以吸納的 因為有些長者 做得很精神的 可不可以在那裡幫忙 這個我們會 鼓勵我們有關的 承辦的企業 在這方面 進行有關的研究 盡量去吸納 那你說長者 其他的產品 有什麼特色來講 我們現在暫時都沒有想到 有什麼特色的產品 是被長者 作為有關的 可以落實給他們的用 我們就是提供 我們的服務的設施 給我們長者 所以是另外來講 希望我們有關的社團 提供你們的具體意見 給我們作為考慮 好嗎?多謝 請胡祖傑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國下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 中國蒲羽國家經貿合作論壇 第六屆部長級會議 將於4月22日在澳門舉行 澳門作為中蒲經貿合作平台 在中國和蒲羽國家之間 發揮著重要的僑良角色 內地去年11月中起 陸續對歐美、南美、東南亞等 五十多個國家公民 實施多至144小時過境免簽證政策 便利外國旅客來中國旅遊參觀 親身目睹中國色現代化的發展偉大成就 同時有利促進交流合作 澳門可趁機更好地發揮好中蒲平台的角色 更可在深河區進一步 擴大與蒲羽國家的經貿合作 推升經貿往來的新期盼、新需求 助力創新發展和高品質發展 提升澳門在內地和蒲羽國家間的影響力和地位 掌觀各下 特區政府有何政策 強化和提升中蒲平台 進一步出進經貿往來 提升澳門在中國和蒲羽國家的地位和影響力 充分發揮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作用 為中蒲雙方提供更廣泛的交流合作 助力國家經貿發展 多謝長官各下 多謝主席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多謝胡祖傑議員的問題 再過多幾日 我們就要召開中蒲論壇第六屆部長級的會議 所以這個就很快了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再在這個基礎裏面 我們會簽署新的綱領等等 盡為我們今後 中蒲有關國家在經貿基建、金融、科技等多項領域 作確定的方向 為澳門中蒲平台營為更多的機遇 在我們有關和葡萄牙方面的合作來說 我們在旅遊方面 我們和葡萄牙的旅遊協會 我們都有很密切的有關的來往 參加我們會參加他們的利斯本的旅遊展 他們也會來參加我們的旅遊展 在金融的領域方面 雙邊合作方面 特區政府分別與八個葡萄國家金管機構 簽了十一份的合作協議 現在特區政府將舉辦三項的葡萄國家的活動 這個方面來說 有中央銀行和金融家的會議 第八屆葡萄國家中央銀行 第八屆葡萄國家中央銀行 金監管的會議 還有就是葡萄國家地區保險監管專員協會的會議 在醫藥方面來說 我們與葡萄牙建立緊密的合作機制 在澳門來說 我們現在還有有關的葡萄牙 排著澳門的醫生 達到了七十一名 二十四名 二十四名 是葡萄牙來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都是加強與葡萄牙合作 在藥廠方面 澳門有一間葡萄牙的藥廠 已經很多年落戶澳門 現在進一步想擴大在深合區 在大學方面 我們與他們很多大學 建立了很多不同的中心、協議、聯盟 這方面大家都有很好的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 所以在中央這個論壇下面來說 澳門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會更加密切地 按照中國與葡萄牙國家簽訂的有關系列的協議 落實有關的工作 以及我們澳門本身與葡萄牙有關的聯繫工作 所以這方面我們會加強 多謝你的問題 請休庭彪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下午好 習近平總書記 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 發展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以及重要著力點 必須繼續做好 創新這一篇大文章 推動新則生產力加快發展 新則生產力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 由技術革命性的突破 生產要素的創新配置 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而趨生 為實現國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和人民幸福生活 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促進創新科技和突破 改善民生社會就業 提升本土國際競爭力 請問長官閣下 澳門應該如何把握好 國家發展生產力的政策機遇 以及政府會有甚麼政策措施 結合自身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需要 為國家生產力的發展 貢獻澳門應有的力量 助力推動國家倡議的新則生產力 多謝主席 多謝長官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休庭表議員 新則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的突破 生產的要素和創新性的培製 產業新度的轉型升級而趨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 可以以勞動者 勞動資料 勞動對象 及其優化組合的質別為基本的內涵 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核心的標誌 不是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 而是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來發展經濟 對於其地域及合小資源不足的澳門 推動新則生產力是非常必要的 澳門發展新則生產力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 需要各界攜手合作 共同推進 政府企業 科研機構等各方面溝通協助 形成合力 更快 更好發展澳門新則生產力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在幾個方面 現在暫時來說 我們就在我們的新約審批方面 我們已經開始落實這個有關的新則生產力 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持續完善制定藥物行業規範 計劃於2024年現行的GMP的增加 無菌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及生物製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兩個附錄 以及制定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 GCP逐步提升藥物行業的水平 這是我們現在在若干方面 在大學方面來說 澳門大學 澳門理工大學 澳門旅遊大學 都已經是他們對他們有關的課程 進行了有關的一方面的研究和提升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現在澳門正在開始 所以在這個有關的生產力方面 我們是會按照國家的指引 做好我們要做的工作 我們有很多的藥廠 我們有有關的中藥製造廠 我們有西藥製造廠 這方面都希望他們共同在這方面 進行研究和提高 所以在集成電路方面 澳門大學與澳門本地業界合作 開發電動摩托車在公共停車場的無線 充電技術等等這方面 比如機械人的自主系統 創新材料的碩士委託等等 所以這方面我們都會按照國家有關的要求的政策 落實在我們各項的工作裏面 謝謝 請張建宗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在行政長官堅強有力的領導下 澳門宏禽不斷務實深化各項的合作 深合區不斷展現出新的活力和氣象 根據稅收大數據 今年一至二月 宏禽民旅消費增長明顯 旅遊市場消費旺盛 市場主體活力持續增強 今年三月一日 深合區正式封關運行 正如行政長官指出的 這是實現深合區第一階段發展目標的標誌性舉措 亦是推動澳禽一體化發展的重要一步 將進一步推動澳禽民旅的融合互動 更好發揮澳禽優勢疊加效應 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駐入新的動力 得到全社會的認同、支持和期待 請問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對於下一階段 進一步加強澳禽民旅聯動 推動旅遊家高質量發展 促進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有何政策指導和計劃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張建宗議員的有關問題 今年是一加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的開局之年 政府積極依循規劃的要求 貫徹實施有關的工作 加強澳禽民旅聯動 加強澳禽民旅聯動 就是剛才你所提出的問題 這是我們的主題 我們希望 我們兩地要加強 這方面的 因應兩地的旅遊資源 各有特色 形成錯位發展 優勢互補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國家對我們都很支持 有關團進團出的這些 多次往返的政策 應該很快就會 細節性的文件會出來 推出多元的旅遊產品活動 剛才我們講過 這個配合我們有關的國家的政策 我們兩方面共同去辦好 這方面的旅遊產品的活動 包括一會戰兩地 這個有關的發揮這個作用 加強旅遊合作推廣 我們會聯同我們橫琴一起 就是對外來說 加強意方面的推廣 在越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方面 包括在體育方面 文化方面 都是按照這個有關的方向 去落實我們的工作 這樣在我們看到 我們在很快的 有關的明年的全運會裡面 我們跟他們都有很多的 聯動的項目等等 珠海都有他們有關的全運會的項目 所以澳門也有有關的全運會的項目 我們希望這方面 共同都是當為一個發展的方向 謝謝你的問題 請龐川議員 謝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各下 回歸以來 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層面的政策 規範 在澳門陸地實施 例如 科技部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教育部的人民社科研究重點基地 國家航天國的身空碳測中心 水利部的重點實驗室等等 充分體現了 在一國的前提之下 國家對我們澳門 包括科技 教育 文化再利全方位的支持 近來 有歷史研究的團體和學者 和本人探討過 是否可以 將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制度 延伸到澳門 使得澳門的重點文物 在受到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保護的同時 亦都可以掛牌 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體現出澳門的文化遺產 亦都是我們國家的文物據保 為此 想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 可否可以做這方面的思考和規劃呢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彭川議員的有關問題 國家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和澳門的特區的文化遺產 在法律的保護 認定的制度管理的標準等 均有不同 且受到各自的民保法律規範 根據《基本法》附件二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並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物保護法 所以我們一定要遵守《基本法》有關規定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希望檢造就是檢造 因為這個是有兩地不同的標準 兩地不同的法律規範 並不是可以隨意申請一個建築物 或者什麼掛上我們國家有關的標準 和你剛才所說的有關的中心是不同的 這個是很嚴格的有一個自己的民物保護法 我們自己澳門又是有一個我們的民保法律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希望彭川議員要理解這些 不是說和我們有關的朋友作解釋 不是政府不考慮 而是一定要認清一國兩制的規定 多謝 請施嘉倫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下午好 近幾年特區政府在衛生範疇 投入了近百億的公共財政資源 構建全面的公共醫療安全網 而現在的醫療系統當中 除了特定的群體 比如孕婦、兒童、中小學生 65歲以上的長者 以及患有重大疾病的居民 可以享有免費的專科醫療服務之外 對其他的居民醫療保障覆蓋 仍然有待提升 政府曾經在委託大學進行 澳門醫療保障制度研究 提出向未享受免費專科醫療的人群 增加透過發放保險券 鼓勵推行自願私人醫療保險 以及災難性醫療資助機制 長官閣下在2019年競選的時候也提出 將會進一步檢討醫療管理的制度 研究引進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可行性 所以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政府目前還有沒有就澳門醫療保障制度研究 當中提出的兩項建議措施進行研究 有關的評估情況究竟是怎樣 隨著公眾對醫療需求逆億巨增情況下 會否檢討醫療管理制度 研究全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可行性 為更多居民提供全面的醫療保障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施加倫議員有關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來說 政府是有作有關的研究 我們分別有委託有關的不同機構作研究 我們自己統計局也是作研究 以及我們的金管局 都跟我們有關的保險公司 作為專題的溝通會議 所以我們一定要拿到數據 一定要拿到數據 我們才進行有關的進一步的探討 那麼根據最近的我們的資料來說 2022年 保單的數目澳門 澳門居民持有個人醫療保單的數目有33.5萬分 較2021年上升了1.5% 按照年齡劃分的保單的數量 在購買個人醫療保險的人士的歲數中 最多為18至44歲佔了48.1% 其次為少於18歲的20.9% 45歲至64歲的22.7% 65歲以上至2.7% 即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政府在管兩頭 第一頭來講是在學的 讀書的我們全包 65歲以上的全包 在這個階段裏面 如果是有癌症 精神病等等這些病的規定下 都是全政府的 所以現在澳門居民 對於有關保險 是十分之認識 和我剛才和大家所看的比例 都是一個十分高的比例的地區 因為加起來33.5分 你看到我們兩頭 老人家那邊已經佔了65歲以上 佔了澳門14% 9萬多人 那裏已經 我們還有學生 這裏 兩大頭我們計上去之後 基本上已經全覆蓋了 如果我們政府再去 在現有的醫療制度裏面 我們是去社區中心等等 都是免費的 只是去到山頂醫院 是有一部份要支付費用 但是大部份都是比較低的 這個已經是建立了一個全包圍的一個醫療體系 對澳門的居民 我們不會說 哪個人是因為看病看不起 而是失去醫療的有關的支持 必須會有的 還有不會說因病而反貧 所以這方面政府已經全包圍了 所以在這樣的制度下面 我們暫時來說 認為這個制度已經是適合澳門 以前來說 我們要送出去外面 那協和醫院 希望我們達到我們的口號 帶病不出澳門 我們自己澳門可以解決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已經在醫療大健康方面 我們已經是一個全完整的一個系統 由社區的醫院到我們有關的政府的醫院 我們還有幾間私人的醫院 所以這方面是私立醫院 所以這幾個方面來說 我們應該是不需要政府再去為某種人 原來已經有保險的制度 再墊加多一張保單 因為這個都是公帑來的 大家要明白這個都是公帑的開支 因為買保險不是一年一年買這些 不是工商保險 這是一個長期性的 買這些保險大家都知道 不是一年一年買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 暫時我們的回覆是這麼多 好嗎 多謝你 請高天智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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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葡萄牙 和內地城市的自殺率可能比澳門高 根據澳門的官方數據 是2023年錄得88宗自殺個案 比2022年上升10% 而現時衛生局精神科的求診人數有所增加 反映澳門的自殺問題仍然嚴重 自殺有關人命 可以說多年以來居民身體健康 因為缺少這個運動場地 是情緒 社會工作環境方面投入甚微 由於通貨膨脹 生活成本飆升 薪酬多年未漲 銀行利率高企 居民生活質素下滑 購買力嚴重減弱 困難家庭困人口 引性貧窮增加 工作人員工作量超標 休息時間少 影響他的家庭和社會生活 澳門如此之勢 永久居民不夠70萬 功夫中遇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自殺呢? 結構性問題僅治標是無法解決的 需要有效政策和措施 才能解決這個 與居民生命相關的根本問題 請問行政長官 如何阻斷澳門的自殺個案 政府會否緊急推出 政治消費卡 幫助貧困家庭 推動內部消費 提高現時較低的養老金 實施支援中小企根本政策 和措施 為青年提供更多工作崗位 改善整體的工作條件呢? 請 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高天使議員 關於自殺問題 上次已經談了 是一個比較痛心的事 是否發了消費券 又沒有人自殺呢? 2022年我們都有發消費券 這個我想不會是一個直接掛勾的問題 自殺是一個很多方位的 你說得對 有些人家裡照顧得不好 或者工作壓力很大 很多 我們現在 我經常都和高校長研究 有關學生的心理的輔導 因為我們很多自殺個案 都是我們的中學生 這個我們必然要知道 一個是老人家 一個是中學生 老人家 我們是否自己對老人家照顧得好呢? 有沒有去好好探望我們的老人家? 現在所有事情都是政府在做的 老的 沒有人照顧 家裡不照顧他們 我們去了院舍 是不是? 那你有沒有 我們是否可以去多探一下這些老人家? 他們在家裡 政府是沒有可能說 各個老人家 政府一個人派一個人去照顧他們 或者去看他們 我們收到資料 社工局一定會跟進 我們多些是有關的心理上面的 有關的支持等等這方面 所以我們是必須要承認 這個是一個多方位的一個 很多種要素形成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是一件痛心的事 但是又不可以說 完全可以倒絕 是不是靠消費卡就可以倒絕 我個人認為這個不可以直接掛鉤 那關於第二來說 你說關於 長者那個 有關的 津貼的那個 那個費用的問題 澳門來說 我們是有個機制的 歐陽司長都是在立法會說了很多次 如果你觸動了那個機制來說 必定在赤字下面 我們都要調整 這個是一個法律規定的 不是我們這個機制來說 是有一個系統在那裡 不是說我一個人可以決定 說要加或者要減 這個是決定不到的 它政府是有一個機制在那裡的 不是一個人可以 認為應該要加 認為要除非你改了去 是不是 沒有改之前 我們必須要按照這個規定去做事 如果我們今年來講 只要一速動作這個機制 一達到那個標準 我們必然會調整 歐陽司長在這裡都表達了很多次 是不是 這個我們不會說 因為達到了 我們又在那裡拖 不做 不會 是不是 我們一直在研究 CPI是高了多少 CPI去到哪一個水平 我們知道現在的東西是貴了 但是他一定要有 我們唯一 我在這裡講了很多次 我唯一的數據 只是靠統計局 我沒有第二個數據 只能是相信統計局給我的數據 是他說多少 我就相信多少 失業率 都是他給我的數據 是多少 我就多少 我不可以說我自己認為 不是這個數據 那我要統計局做甚麼 統計局他們是專業的部門 他們是專業的知識 他們專業的計算方式 不是說我們這麼簡單 一加一、二加二 這樣計算出來 他們有個統計 有個推算 有個計算 所以這方面來說 高天市議員 你放心 一速動做這個機制 我們必然 一定會調整 好嗎 多謝您的問題 請謝世宏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今天我的發言題目是 關注本老公務員住房的問題 去年 澳門經濟快速復甦 本地生產總值 錄得實質增長80.5% 已恢復至2019年 以百成的水平 經濟持續向好的情況下 物價又不斷地上升 澳門市民 面臨的經濟壓力 並會有隨之而減少 樓價高企 不單止市民難願上樓的夢 公務員也難以幸免 尤其是基層公務員 他們難以承擔樓價和物價共同的壓力 部分的公務員收入超過購買經濟房屋的規定上限 但買私樓又超出家庭的負擔 兩頭不到岸 讓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夾心階層 不近如此 由於整體經濟轉變 第31 一斜96 一斜M號法令 裡面的分配方式和條例等內容 已經不合適宜 按照規定 公務員宿舍只允許確定委任 並且沒有物業的公務員去申請 將部分有實際住房困難的公務員拒租門外 針對上文的情況 請問長官閣下 會否考慮修改第31 一斜96 一斜M號法令 找去所有符合條件 但未有房產的公務員 去申請政府房屋 讓有住房困難的公務員 亦居有其所 設實提升全澳市民的生活質素 多謝楊官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謝世宏議員有關的問題 多謝你為公務員發聲 公務員是政府重要的一個 施政裡面的一個團隊 是很重要 這個我是認同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看到 公務員都是市民 以前我們回歸之前 很多公務員的宿舍 因為我們很多 在葡萄牙請回來的公務員 要提供宿舍 今時今日 我們有一部份 來葡國請回來的 有關的 來支持我們的顧問等等 我們 司法官 我們都要提供宿舍 這個是按照法律來做 但是在我們現在的公務員 的團隊裡面 他應該跟市民是一致的 他只是職務不同 他今天去 這個去考佐公務員 去變成公務員 他考不到 就是普通的 在企業裡面做 所以這個是 只是這個區分 他不應該有一個 特殊的團體 要為他們配置 有關的房屋 我只能在這裏 很清晰的跟你講 我們不會說 特別為公務員 去配置一批的階梯 去做有關的房屋 因為你說 如果他 在經濟房屋 他超過了上限 他又買不起私樓 你剛才所講的問題 我們的上限是多少 兩個人去到 七萬一千三百一十元的收入 一個人是他自己收入 他的上限 三六六五零 三萬六千幾 如果他高過這個上限 那他應該是買得起樓 好了 你說如果有些是基層公務員 他是低過經濟房屋的 他可以去社屋 這個我們社屋的對門 沒有停止 沒有說只是得 市民得 公務員不得 他都是市民 社屋來說 他一個人 他的收入一萬二千七百五十 他兩個人來說 一萬九千二百七十 這個都是他 有個規定在那裡的 如果他買不起私樓 他可以去買經屋 他買不起經屋的人 他可以去到社會房屋 即是有三個機制 是給我們的市民去挑選的 所以我不明白你的問題來說 經濟房屋的上限都超過了 他又買不起有關的私樓 而是為政府要為他們要去設立一套 新的機制 房屋的機制 這個我是不可能承諾的 不要在這裏做出一個新機制 因為公務員都是我們的市民 都是我們一份子 他沒有特殊性 是要有房屋的補貼 是吧 我們是有補貼費用 是給公務員的 沒有房屋的 沒有房產的 是吧 所以這方面我想你是公務員出身 你會很清晰的 這樣的收入水平 這樣的要求 譬如我們的經濟房屋的資產 我們已經放得很鬆的了 他們的資產來講 可以去到一個人去到一百一十二萬 都可以申請到經屋 兩個人以上的去到二百幾萬的總資產 你都可 淨資產你都可以申請到公務 是吧 他的收入 每個月的收入 還有他的資產 兩樣東西都不是一個很難入的門檻來的 是吧 我想公務員 他們都有這個機會去買經濟房屋 現在不是要排隊排得很辛苦 我想已經是我們在排隊裡面 已經是很多已經是公務員的同事 在經濟房屋那裡 好嗎 多謝你的問題 請李梁光議員 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去年公布澳門長期減碳策略 並制定了澳門電動車推廣計劃 爭取在2035年實現新登記 零排放車輛的比例達到百分之一百的目標 事實上本路推動包括電動車在內的 生能源車輛普及 既符合國家3060雙碳目標的重大戰略部署 亦都可以改善本路空氣質量 和減低交通草陰污染 加上有助減少駕駛成本 所以無論在國家戰略 本路減碳策略 以及公眾利益層面 都是必須貫徹落實的施政工作 雖然當局為推動電動車發展 近年已制定和推行包括經濟措施 充電設備以及推動機動車輛 轉型的政策 大致至今年3月底 全路電動車僅有9189步 佔全路註冊機動車3.7% 佔比極低 關鍵問題是 私人大廈停車場安裝 充電設施所遇到的法律問題 以及配電系統容量不足 令到電動車普及工作難以推進 距離2035年爭取新登記車輛 零排放比例達到8%的政策目標 剩下大約10年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未來還有什麼其他具體的計劃 落實私人為主 公共為父的充電模式 尤其私樓停車場加裝充電設施難的問題 涉及法律 公務範疇等多個相關職能部門 和公共服務專營機構 會不會考慮設立跨部門工作組 統籌落實電動車普及化工作 此外特區政府將會在幾時完成研究 並推出私人停車場安裝充電設備的先導計劃 以及透過法律層面簡化程序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李朗旺議員的問題 私人停車場去安裝有關的汽車充電設備 這是在社會上大家都有很多議論 這是事實 所以政府在我們現在新的法例入面 規定入面 新建的 不管你是政府房屋 或者是私人房屋 必須要配置完整的 有關的車位的充電設施 這是規定的 我們現在A區入面 我們所有的地府的停車場 我們都會預計這些電 只要你一申請 他就會給你一個充電設施 你就要有關的可以進行充電 這就是我們的今後的措施 現有的措施來說 我們必須要遵守我們的文法典 和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 這是我們的發電和基礎 第一 你自己本身的大廈夠不夠電 這是第一個問題 你為了裝一個去不夠電 或者裝兩個去不夠電 這個等於是沒有電 你都不能再去裝私人 你要申請去電纜 你申請不是一個人可以去申請 你是整個動物業才可以去申請 其實要委託 根據我們的資料來說 如果登記為獨立單位的車位 所有權人在其車位增建充電設施 這個是前提的 那個大廈是夠電的情況下 無需經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許可 但須事先在樓宇入口的大堂 及進行工程範圍的附近 顯眼處張貼有關工程通知15日 以及向樓宇的樓宇管理機關作出書面的通知 這個就是你自己本身有獨立的車位的權限 去採取這個措施的 第二來說 如果登記的車位為份額車位 由停車場全體所有權人共有 擁有停車場份額業權車位的所有權人 作為該獨立單位的所有權人 可按照上述的程序進行有關的工程 但與之不同的是 由於車位所有權 是由於多名的所有權人共有 因此根據文法典有關共有的制度 需先取得停車場經過三分之二的所有權人同意 這是第二個方面 第三個方面 於登記的車位屬於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 於進行有關安裝充電設施的工程 需事先透過分層所有人大會的會議 取得經出席會議所有權人過半數票通過 其份額至少佔分層物業 總額總值的百分之十五 所以在這方面 不是跨部門可以解決得到的問題 這是法律上有所規定 所以這方面是存在這個問題 有些市民查查自己的單位 自己的車位是屬於哪一個類別 第二來講查查大廈裡面 有沒有剩餘的電可以給你安裝 這是兩個條件你都必須要達到的 第三來講 如果大家一齊去安裝 一齊去申請電纜 就可以用回以上的制度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不是誇部門可以做到 這個是關乎到我們有關的法律的基礎 所以在這方面暫時我的回應 是這麼多 多謝你 請宋碧琦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長官閣下 面對新發展格局 各客帶領的特區政府 漠實推動本土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建設 推出首個全面系統的產業發展規劃 並帶領社會各界積極把中央惠政策機遇 最大力度推動澳門經濟復甦 保持澳門社會的穩定發展大局 這一個性格得利不易 離不開特區政府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以及中央的大力支持 現今國內外環境複雜多變 澳門未營經濟體的發展風險仍然夠高 居安施危的意識需要進一步加強 尤其在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 中小企的發展困境 青年的發展出路 居民的生活壓力 亦都在變化的環境中產生更多的問題 這一個需要特區政府加大力度關心幫扶 更需要特區政府在經濟發展上開放發展 引入活水提升活力 澳門經濟要產業多元 人是第一生產力 未來必然也都要在人的開放政策上多做功夫 本澳各大高校是培養人才的高地 十分認同長官剛才所言 本澳高校培養的學生 可以成為多元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現時高校非本地生有三萬四千多人 除了可以補充本地人資的不足 更有不少難得的人才 能夠更好助力澳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為此請問閣下澳門的人才政策 未來將如何進一步開放發展 除了剛才所說的會優化推出第二階段 人才計劃之外 會否考慮進一步開放現時的移民政策 並會否參考香港的經驗 研究開放高校非本地生畢業短期的實習計劃 促進人才離澳、留澳 以提升多元產業發展的活力 促進澳門經濟的發展 多謝長官 多謝主席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宋碧琦議員的有關問題 關於我們的發展裡面是靠人才 習主席多次提出 我們都是按照這個方向 剛才我講了有關的人才 我們第二階段的規劃 我們的規劃都是有針對性 都是一加四 雖然我們大學已經有很多的非澳門的學生 但是我們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納入了這個規劃裡面 我剛才都講了 是要規定的 我們針對著一加四這些學科 我們才可以做有關的研究 在這方面來講 我們在第一批裡面 剛才我們向大家介紹了有關的尖端人才 我們就希望在第二階段 我們都作了一個詳細的評估 我們有個專責委員會作行有關的嚴格評議 關於這個有關的一加四這個有關系的學系來講 我們來講 如果沒有記錯 只有二十個 二十個 我們開會有二十個學科 是可以納入而一次 我們第二階段的開放的有關的範圍 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 我們都評估過 我們是有個要求 GPA要達到至少是三點六分以上 即科科都要九十分以上的 達到了拿獎學金的最高的標準 我們評估出來 是這一批裡面 不超過二百個人 我們已經重新去學校拿資料 評估過 這個二十個科系不會超過二百個人 是一個很小的一個比例 即我們都是一個循序漸進 逐步去開放 三點六 這個是讀過大學的人都知道 是很難拿的 很難拿的 所以我剛才說 要培養我們的學生的上學的競爭氣氛 他要拿到三點六 按照現在我們評審出來 這個二十個科系不到二百個人 即是我放了來講 最多都是只有二百個人 可以進入 可以進入我們這個第二個規劃裡面的人士 不是說我們現在來亞選亞宋碧琪爾議員引用的 我們現在非本澳學生的外地學生 有三萬多人 不是三萬多人 都是三點六的 如果澳門所有三萬多人三點六 我們的QS縱火上面走很多了 去到一百以內了 所以這個是必然的 我們一定會先嚴去看一看 嚴格的 希望我們的學生 還是向這一方面發展 三點六是一件很難的事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所以我們不要認為 放了 所有三萬六千多人都能進來 對不起 不是這個意思 是要有一個標準 有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希望這批 都是全部科科都要九十分以上的 才可以拿到三點六的這批人 是可以留在澳門 來 作為我們引入人才的計劃 我們不是說澳門大學 因為QS裡面 二百裡面 我們就可以了 全部都可以進入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所有的科目的系 都可以進入 我們需要 有些我們真的暫時是用不上的 有些我們暫時是用不上的 我們不希望浪費了他在澳門 他毒非火所用 就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們會在這方面發展 那你說關於我們的實習 是根據聘用外地僱員法裡面 如果他畢業了之後 他想留在澳門 就要有澳門註冊的公司 或者團體向勞工事務局 提出聘用的許可申請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藍卡 他們在這方面 他們可以在澳門 進行有關的工作 這個已經是 不是實習了 這個是工作了 即是他認為有人請去的 留下 這個是現在都有這個情況 有些公司是請他們的 那麼他就留下了 但是他不是一個可以是 剛才我們說引入人才這個計劃裡面 他只是一個有關的藍卡 我們的工作制度 工作證的制度 那麼另外來說 修讀學士學位 課程的本地學 或者以上程度的課程的本地學生 是符合高等教育制度的規定下 可參與所屬課程要求的實習活動 這個就要提某一個課程 實習活動 這個不是有償的 好嗎 所以這方面來說 現在我們都有很多 在法律上面等等方面 都有這個實習的機會給他們 通過實習 有些公司都會留他們 在澳門進行有關的工作 現在就是兩個制度 不要撈亂了 現在我們新增加的這個制度 就是引入人才的制度 要GPA 3.6分以上 如果是這方面來說 就是兩個制度 希望大家支持 多謝 請陳浩昇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掌管閣下 本年到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 作為拉開序幕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 總體國家安全觀 這個國家安全戰略概念十周年 而近年國際環境深刻變化 加速演變 印證了習主席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個國際形勢的意見性 和準確判斷 在這個背景下 國際風險外日 帶來對我國 國家總體安全的衝擊和威脅 更加明顯 文化具有引領作用 文化關係思想 思想關係認知 認知決定行動 所以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 最為核心的內容 十年以來 澳門特區政府 依法全面準確落實維護 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政策一貫 本屆政府 在行政長官的堅強領導下 與時俱進 對此持續完善 居安私危 維護國家安全 永遠都是進行式 為此 請問行政長官國下 在新時代 特區政府 將會有什麼舉措 進一步鞏固 維護文化安全的成果 多謝長官 請行政長官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曹昇議員的有關問題 一開始的部分來講 關於教育方面的有關 我剛才在高錦輝議員的時候 已經介紹了 我們在憲法 基本法 維護國家安全法等等 這個法律的宣傳入面 加上我們的教材入面 我們已經全面化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方面來講 我們現在培養我們有關的學生 如何接受我們更多的中華傳統文化 這是我們現在一直以來 各個學校都在做工作 一直以來都在做工作 我們是多渠道 增強青少年學生的民族自豪感 增強文化自信 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和國際視野 非高等教育方面 特區2020年設立青少年愛國愛奧教育基地 作為培養青少年情懷的重要場所 基地至開幕至今 已經累積接待了18萬人次 所以這方面就是我們鞏固 我們外國的文化基地的一個重要的舉措 讓大家去那裏接受有關的視覺上面 和宣傳上面的有關方面的教育 高等教育方面 澳門大學穩步推進澳門智的編輯和出版的工作 澳門理工大學2023年出版中國文化導讀 澳門歷史與文化 與澳門蒲裔文化名人故事 並透過向中小學校證書 與媒體合作 發佈精華的內容等多種形式的傳播工作 增強青少年的國家情懷和文化自信 所以陳議員提出的問題 對我們下一代的培養是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特區政府會很重視和落實和執行好 有關的我們鞏固的工作 多謝您的問題 請陳澤募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銀政總管閣下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下午好 澳門特區政府在2024年財政年度的施政報告提出 推動體育、文化、旅遊等產業聯動發展 建設影藝之刀、體育之城兩個發展的方向 舉辦藝民體育品牌的成事 持續推出更多高水平的大型體育活動 打造具有澳門特色的體育品牌賽事 推動體育、文化、旅遊等產業聯動發展 近年來 我們在國家的支援下 社會正全力塑造新時代體育旅遊城市之都 體育加旅遊成效一漸顯然 這個是澳門多元經濟發展中 探索出來新的方向和目標 請問行政總管閣下 除了明年澳門特區承辦第15屆全國運動會部分賽事之外 政府對打造體育之城的建設有何構想呢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陳習武議員的有關問題 特區政府一直致力促進體育事業 可持續發展 十分重視推廣和支持國際城市在澳門的舉辦 積極推動行運博彩經營食體公司 展開新的計劃 帶動包括娛樂表演、體育城市、文化藝術等 非博彩的元素的發展 積極爭取更多國際性的大用 大型的體育城市 落湖在澳門 促進 綜合旅遊休閒業和體育產業協同發展 2023年 政府主辦支持及綜合體企業和機構合作舉辦的大型體育城市共有17個 我們在2024年 我們將舉辦接近20個大型體育城市 可能會再增加 平均我們希望每個月等於是兩個 希望去到24個 等於每個月兩個 所以對澳門 對澳門 這個體量的城市來說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我所講的 這些不是小型的一場足球比賽 或者什麼 都是一個比較大型的 大型的一個 群體也好 或者是國際性的城市也好 所以這方面 很多謝我們體育界 在座的議員等等 你們都做了大量的有關這方面的推廣的工作 我想希望在共同的努力之下 將澳門的體育 這個有關的發展 跟我們的演藝之都一樣 共同並肩 一起向前發展 多謝你的問題 請梁安琦議員 主席 行政長官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 2024至2028年 提出積極推動旅遊家 跨界融合發展 當中細分包括 旅遊家 電商等八個小項 近年來 結合旅遊 和電子商務的模式 直接成為澳門旅遊業發展的新趨勢 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現時 國內外電商發展迅速 澳門在與其合作發展上 還有很大的空間和潛力 未來應該充分利用好 彼此的優勢和資源 提高雙方效益互補 在加強旅遊家電商融合發展上 應該利用大數據分析 去預測旅遊趨勢 協助業界調整營銷策略和產品開發 特別是隨著智慧科技和市場的變化 打造更多具個性化和多元化的 旅遊產品和服務套餐 吸引不同類型的遊客 請問政長官 未來如何協助越界 不斷創新和更新旅遊家電商的融合方式 以保持本物在全球旅遊市場中的競爭力和吸引力 進一步鞏固其作為世界級旅遊目的地的地位 隨著數字化轉型加速 以澳門微型企經濟體佔大比數 未來希望本物能進一步推動中小微企 利用電商平台發展 協助推動業界開拓國際化的宣傳和銷售渠道 從而促進旅遊業的增長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梁安琪議員的有關問題 旅遊家電商 現在是一個必然的手段 來的 特區政府 與內地的知名電商合作 進行了多項的宣傳旅遊產品的促銷活動 這個我們一直在做著 以及一直在加強著 經財師那邊對這方面十分之重視 所以我們與內地很多的知名電商合作 對我們澳門的有關的旅遊 作有關的在電商平台那裡作有關宣傳 我們同樣來說 我們希望我們支持行業協會 建立在澳門直播的服務中心 並推出跨境電商一站式的服務 為企業提供線上宣傳 產品包裝設計 倉儲物流等一站式的服務 為澳門企業從事跨境電商 創設更多的有利條件 這就是我們現在大力特區在這方面發展的規劃 所以我們會很重視與有關的電商平台的合作 因為現在很多內地的自由行 都是憑電商的介紹有關的資料來澳門尋找他們的路線 他們要吃的店舖等等 所以這方面都是促進了我們和電商合作的再可持續發展 多謝您的問題 請陳奕立議員 多謝主席尊敬的行政聚務局下 醫療人員專業資格質疑及接觸制度 在2021年12月1日起床後 現時15類醫療專業畢業生 從每年的6月報考醫療專業委員會開設的資格認可考試 到正式開設實習 須時限於半年的時間 就以2023年資格認可考試為例 6月14日開始考試的申請 9月9日才舉行醫生資格認可考試的筆試 9月28日公布成績 10月25日公布獲安排進行實習的實習員的名單 然至到12月獲發這個實習執照 要等待到1月2日從開始實習 經過1年的實習 若各方面順利 再通過最後評核知識的筆試 客觀結構性的臨床考試 若成績全部合格 才可以獲發醫生專業資格認可證書 然而要取得執業執照 仍需等待有執業地點才可以申請 當然法律制度確保本地醫療人員的準入水平 但是從醫科生畢業到資格認可 畢業考試成績合格整個時間 至少是9個月處於無業或者無新的狀態 這個時候是未計算通過考核之後 要等多久的時間才能夠入職醫療機構 使得急需繼續累積醫療實踐經驗的醫科生等待的空白時間過長 在行政程序上間接拖延了15類醫療專業畢業生的 投身醫療行業 大量醫科畢業生對就業前景十分灰心 為此請明行政長官閣下 未來可否考慮將醫療人員專業資格 整個行政程序縮短 加快讓年輕醫科生聚入職業市場 讓他們完成這個就業的畢業生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陳立議員有關的問題 醫療制度是一個很嚴謹的一個制度 我想陳立議員都很清晰的 所以你最後都說回應該是要很嚴格的 讀完書之後必須要有一個程序 就是由剛才你所講的這個程序 政府來說可不可以縮短呢 這個已經在第二階段那裏 第二階裏面 我們已經縮短了一個月了 已經縮短了一個月 你說再縮短有沒有可能性呢 我想在有關的實習等等方面 應該是要保持一個要求的 這個我們再去研究 但是我想這個基本點是不會變的 你說他們在一個實習階段 他們會在一個空窗階段 我看回我的資料來說 實習的階段可以獲得實習的津貼 它是有津貼的 醫生專業於五十二週的總實習期內 可以獲得十二萬澳門元的實習津貼 即平均一個月就是一萬元 這個是醫生 其餘專業二十六週的實習 總實習期內 亦可獲得四萬八千澳門元的實習津貼 相當於六個月每個月八千元 所以這個我們不是說 讓它沒有生活費 在這個實習階段它是有的 那是必然一個讀醫科的 你去讀考醫科的學生 可能大家都要有這個預算 那是有這個預算 那你說在這一方面呢 我們是沒有考慮過再放鬆 不需要實習 或者一年的實習 變成半年這個不可能 這個必須要按照立法會 我們通過這個有關的法律 主席 主席 民眾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 與澳門有罪行接方面 特區政府在今年底前 仍然有那些工作需要進行 以便總體方案所定的第一階段標得以達成 多謝主席 多謝行政長官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王健輝議員的有關問題 那你和新街坊有關的配套 我剛才已經講了一部份 那我們在這方面已經行接好了 所以澳門的學生 在新街坊是等同於澳門 包括澳門市民的子女 他都是一樣可以享受到 國家保送的這個有關的計劃 如果在我們的學校裏面讀 所以這方面來說 在新街坊裏面 基本上我們現在各個方面 都銜接得七七八八 應該未來是百分之一百 但基本上已經銜接好了 所以我們的保障制度 我們已經清晰了 你住在新街坊 我們不會說跟你有183日這個規定的 都可以享受和澳門一樣 所以這方面 我們都是一路逐步和橫琴那邊 還在加緊 有哪些我們還可以去做 有關的政策的落實得更好 譬如我們現在推動 在新街坊買了樓 他的車 是單排車 我們可以推動它可以上到去 當是雙排車那樣去到內地 廣東三範圍 這個我們都已經差不多可以推動 這個我們全部都在推動 但不是代表所有單排車 可以經橫琴上去內地 而是在橫琴有關的單排車 因為出關還要去到二線那裏 還要查多一次 去那邊有一定的壓力 但這個方向來講 我們先在新街坊那裏做了先渡計劃 以後我們再擴充到橫琴的澳門居民 但先渡計劃都會在新街坊落實 新街坊就是我們澳門的一個示範點來的 有什麽在那裏先試 我們先去 譬如我們現在的電視 電訊 國際互聯網等等 我們全部都在新街坊那裏作為全方位 就是你入到新街坊 等於是澳門要是這個感受 包括我們的小區的管理 都是用澳門的模式 沒有他們的街道辦事處 沒有這些的設置 就是要你很感受到 就是去到澳門的模式 那我們的市民才會習慣去到那裏居住 第二來講 我們3月1號封了關之後 很多東西都可以帶到上去了 他自己用的食物 生果這些 你自己都可以帶上去 就是在關閘 在拱北進去 是有所區別 這個就是深合區了 所以你說還有什麽政策呢 我們一路都在那裏 在那裏看一看 還有什麽政策可以再拿到的 那我們來講 我們希望 譬如現在醫療方面 我們衛生局設立的有關的醫療機構 他就同意用我們澳門的所有藥了 所有的澳門在那裏用的澳門市民用的藥 就等於澳門現在醫院開出來的藥 沒有兩樣的 所以這個都是每一步 我們都全部在我們有關的執委會裏面 都進行了這個有關的很詳細的工作 還有理順有關的事 你說其他的什麽 拿身份證也好 什麽那邊已經完全都沒有問題了 你們律師的服務 完全都是全覆蓋的了 這些都不是一件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這方面來講 深河區 我們會在動植物檢疫 或者說狗 都可以上去 還有我們現在最後一樣 就是未有一個細節公佈 就是我們的外籍僱員 就是我們所稱的家庭 怎樣上去 因為現在還未有人申請 所以我們還未可以上去 所以我們都會出一個細節 中央已經批了給我們 我們在那裏可以用我們的外籍的習慣用的家庭 那我們都可以上去到新街坊 但不是說全個環環立即開放 又是在新街坊做先導計劃 做在那裏才試點 所以這個問題來講 就是新街坊等於澳門 大家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用這個方式 我們去做現在我們要銜照的工作 多謝王延輝議員的問題 29位議員提出的問題 已經是全部獲得行政長官的回答 在這裏我們再次多謝行政長官 亦都很多謝各位行政委員 以及各位官員出席我們今天的會議 現在是三會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